沈一鳴 沈一鳴因魂不滅 他不只曾是幻象種子飛冠 更是中華民國空軍神秘的 大漠特遣隊裡因茲幻發的飛冠 我現在在這個地方 有一份感謝 有一份感動 還有一份惶恐 時間回到了2015年1月31日 沈一鳴才剛接任空軍司令 隔天就到了大漠特遣隊聯誼會致辭 當年的他由於派赴中東 為了化身當地人 沈一鳴留上胡子學習當地語言 這是從軍40年以來 沈一鳴相當自豪的一刻 我個人的感動是 我們都以身為大漠特遣隊的一員為榮 我相信這份感動 也是我們在場所有同仁的心聲 熟悉的F-51戰機熬成在中東天際 飛機上則是英勇的中華民國空軍建額 其中也包含了沈一鳴 中華民國英勇飛官們 當時住在了夜門專屬的宿舍中 12年來天天操練精良戰技 也得克服那中東超炎熱氣後 執行這被視為最高機密的大漠計劃 從1979年到1990年 這12年間 中華民國曾有700名空軍建額 化身沙烏地阿拉伯皇家空軍 秘密軍援北夜門 沈一鳴就是第八T的成員 而這樣的秘密直到解嚴後才逐漸曝光 我會在我的工作上 帶領我們全軍的官兵 團結一心 發揚我們的空軍 昔日熬成在中東的中華民國飛行員 退伍之後組成聯誼會 一同紀念那驕傲的時代 大夥更自豪的是 當年的同僚沈一鳴 當上了空軍司令 更出任參謀總長 但沒想到最後就殉職在 他最愛的天空中 留下眾人無限懷念 謝謝林醫生 宜蘭報導